大家好啊 这个有一个著名的老一辈的女作家叫梅娘 哎呀梅娘这名起的不好听哈没有娘了 他其实谐音也是这意思啊 呃 他的 三个孩子俩女儿一个儿子 其中的小女儿和那儿子 一个在十几岁一个在二十来岁都死了 都跟文化大革命有直接关系 所以他们家是命运多喘吧 唯一活到今天的就是大女儿 叫柳青 柳青的回忆他们家啊 他们家真的太坎坷了 太悲惨了 当然 类似的情况可不是一个半个啊 非常多 非常普遍 我们 读一读吧 这个题目叫静安别墅 静安别墅是上海的一个地方啊 这个作者是柳青 第一 叫寻觅 我 梳着粗粗的辫子 坐在小公园的一个树叉上 显然是被人抱上去 放在那里拍照的 1949年1月的日子 我个人的 只剩下这一张黑白照片 我曾经看到过这张照片 印象非常的清晰 但后来 当我想找他的时候 却怎么也找不着了 没有什么办法能够证明 我曾经 在台湾 台北 北投 曾经住在温泉街 一个叫做鹤屋 鹤 先鹤的鹤啊 房屋的屋 一个叫做鹤屋的小公寓里 别人 无法看到你 看到你脑子中的记忆 连我自己 都看不清了 一天 在外面走丢了 好不容易找回家来 要上一个窄窄的楼梯 这是对小公寓的唯一的记忆 画面的范围 仅止在这里 其余 周围的环境 都是模糊的 都记不清了 七十年后 不不 最前一次 是六十二年后 我曾经一次次来到台北 第一次 找到了爸爸的墓碑 在台北北面的基隆港 不是他个人的 不是他个人的 太平 遇难旅客 纪念碑 余佑任 提的字啊 余佑任是党国大佬 陕西籍的余佑任 中华 中华民国四十年 中华民国四十年 一九五一年里 在两层的 蓝色办公小楼的旁边 太平轮的海难 发生在 1949年 1月27日的晚上 从上海 开往基隆的 载客的太平轮 与 货船 建元轮 建设的建啊 元朝的元 建元轮相撞 两船 一起沉入海底 我爸爸 在太平轮上 与船 同意 海难一年多之后 应死难者家属的申请 台湾当局 立了这个碑 租车 从台北去基隆港 之前 我买了六支 玫瑰花 白玫瑰花 一路捧着 看到这个墓碑 心里还是紧张和激动的 颤抖 想 线花 到墓碑前 向爸爸告白 怨他 魂归故里 即便是 迟到了62年的 探望 那天 是4月6日 清明节后的第 第二天 弟弟小胖 去世 也是在这个日子 他的弟弟啊 他们家唯一的一个男孩 爸爸生前 没有见到这个木生的儿子 就是他妈妈怀孕了 然后呢 他爸爸就来台湾这边 然后没那会儿没见到这孩子 这叫姨父子 其实姨父子很多 这个美国前总统比尔克林顿 就是姨父子 他的生父 是一个汽车推销员 有一天 可能是喝了酒 驾驶车辆 从一座桥上冲到了一个河里 就死掉了 还有德国前总理 格哈特 格哈特 我像叫施罗德 施罗德 也是姨父子 施罗德的父亲 二战末期 德国已经不行了 被强征入伍 在德国军队从罗马尼亚 撤退回德国本土的路上 他父亲死了 具体的死亡地点 已经没法知道了 所以你看那个年代哈 二战也好 这个国共内战也好 都会有很多的悲剧 我被看门的警卫拦住了 就是只献一束花也不行 因为 这是军事禁地 必须要提前一个半月 向台湾的国防部 提交申请 等待批准才能进入 我徘徊在少兵守卫的门口 执拗着 不肯离开 要求和长官说话 等了半想 来了一个军官 我极力想打动他 说我是万里迢迢 从加拿大来的 磨了半个小时 终被允许 我对台湾军人的通融 感激万分 这有一张照片啊 2001年 柳青 在台北基隆港 给这个太平伦的死难同胞 立的这个杯子 合了个影 过了62年了 他都70来岁了 他来看他爹来了 当然 墓碑上 没有死难者的名字 爸爸的大名 叫柳瑞 柳树的柳 祥瑞的瑞 这个北辰 星星啊 North Star 星辰的辰 平常常用的号 是柳龙光 柳树的柳 Dragon那个龙 光芒的光 柳龙光 他在上海登船时 用的是画名 孙靖之 他为什么用画名呢 本来姓柳 为什么要姓孙呢 我记得 这个 梅娘 就是这个 柳瑞 陈柳龙光 也可以叫孙靖之的爱人 文革的时候受到很多迫害 据他说 他的老公 是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者 据他说啊 用的是画名叫孙靖之 正常人一般就是真名实姓 用画名的往往都是搞这个 特务工作的啊 搞谍报工作的 但是记录中省却了只字 只有孙靖两字 在死亡名单上他爸叫孙靖 我一直 想找到这块碑 是一丝抹不去的心中念想 即便有这块碑 立在这里 也不能说明什么 不能确凿的证明我爸爸 死于这次海难 但是我把这里当作祭典爸爸的地方 我希望我的后代也知道这个地方 于是 在他死后的69年之时 我带着女儿和外孙一起来了 来之前 我收到太平伦死难者家属群的微信通知 由于这些蒙难者家属 不懈的努力 台湾军方 同意将墓碑 从他们的院内 就是那个部队那院 化播出来 改造成了街边的一个小公园 后人可以随时祭典 随便出入了 这还不错啊 因为你在部队院里你还要提前一个半月 去预约 就非常不方便 小公园 是2018年 1月27号 落成的 我 大女儿 外孙三口人 他可能有两个女儿啊 或者还有更多的孩子 我 大女儿 外孙三口人 1月28日 早上才赶到 天 一直下着雨 不像七年前我进军营 只能在杯前 停留献个花的短暂时间 这次我们祖孙三人 都在雨中久住 久久的驻足啊 在小木片上 写下告慰死者的话 挂在铁丝网编织的墙上 那上面已经挂了十几个木片 都写有后辈 浸透心酸的 导念词 我们三人 又一起驾车去北投 想看看我 和爸爸妈妈 一起曾经住过的地方 坐车 观花 是找不到 小公园 那棵赵国相的树的 只找到了 地热谷 地热谷 北投温泉 鼓鼓的 冒热泉的眼 泉眼啊 这里已经成了旅游热点 也许一切 也许一切都在重建中改变了 历史的印象 再无踪迹可寻 这一次我乘捷运啊 捷运是台湾话 大陆就是地铁啊 或者叫乘铁啊 我乘捷运到新北市 决定步行去温泉街 没想到温泉街 离观光小火车站 这么近 小公园安在 妈妈他们泡过温泉的地方 变成了温泉博物馆 当年的汤池还在啊 池边的水泥柱 还是日本人修建的 暗雅的 绿色瓷砖还在 池 与后来修补的蓝色新瓷砖 混杂着 我回到了忘却的记忆中 皮肤上掠过一阵惊悚 他们曾经在这里啊 我沿着温泉街走上去 走到地热谷 也不过十分钟 温泉 流淌出来的这条溪 溪流小溪啊 被封闭起来了 因为溪中著名的北投石 北投的石头啊 在溪底盐块上 有含有硫酸钳 被雷 的矿物 沉淀冷却 结晶的一种稀有石头 被传说能致癌 而被人们逃走 现在为保护不能接近了 我唯一还有的照片 可是当年 在冒着热气的西边拍的 妈妈 大着肚子 带着我和妹妹 爸爸站在我身后 被我剪掉了 为什么给他剪掉了呢 因为他爸被传说 到台湾去了 跟着国民党走了 所以他们家后来 很多的苦难都跟这件事有关系 说不清楚 就认为他爸是特务 是跟着国民党走的 所以你看这照片 这位中年妇女就是梅娘 著名的一位作家 这个著名的精味作家石铁生 也写过关于梅娘的文章 他跟梅娘他们住的很近 都住在雍和宫那一带啊 这个1948年的北投温泉 前排左起柳音 这个柳青 手里 垮着一个小篮子的 低着的小篮子的 是那个妹妹叫柳音吧 后来死掉了 很年轻就死掉了 这个坐着的是姐姐 现在还活着 撒孩子只有他活着 这个肚子里怀着他弟弟 怀着他弟弟 后来也死了 我想着我们拥有过去 是吗 我们拥有吗 爸爸穿着风衣 戴着礼帽 被海风吹着 屹立在那里 这是一张 刊登在他的长篇 连载文章 和平 与祖国中的照片 是一位文学研究者 从1940年 在日本发行的华文杂志上 拷贝下来的 我他想 我可能有兴趣 知道一点父亲做过的事情 这就是他们的父亲 就是柳青的父亲 父亲 那时在日本 华文 大阪美日 叫华文大阪美日啊 一个中文的一个 期刊吧或者是报纸 应该是报纸 做记者和编辑 这是他在1940年冬天 回国考察 行程万里 写的长篇系列报道 妈妈从来没有对我讲过 我也不问 那方面的事情 似乎有一堵墙 挡住 似一个黑洞 模糊不清的 被忌讳着的 这一切 曾在我生命中 过去的70年中 困扰着我 困扰着我们全家 我那个在14岁时 死去的妹妹 她在北投温泉 西边的照片上 是那样的俏皮 大大的黑眼睛 连身裤的 尖头花边翘翘的 我敢确认 她曾和我一起过了14年 我曾经陪着妈妈 一起送她到北京协和医院去治病 我也是最后一个 唯一的家人 送她到民政局 清河养老院 阔湖收容所的停尸房去看她 她是因为妈妈被送去劳动教养 劳教啊 被民政局收容在那里 那时我也只有15岁 没有能力照料她 她的身体缩的 比一个14岁的孩子 还要小很多 脸是青的 那个样子 在此后的一二年间 我睁眼闭眼都能看到 都是因为被我捡去的爸爸 活不见人 死不见尸 他被说成是 留在了台湾 又有材料说他在香港 有人见过他 妈妈因为在肃清反革命的运动中 肃反啊 交代不清这段历史 被打成大右派反革命特务 1957年以此为理由 被专政了 二年后 1959年啊 妹妹 在收容所里死去时 妈妈 都未能来看看她 还有那个 在23岁时 死去的弟弟 小胖 从来没见过爸爸的小胖 因为是反革命后代 文革时 不能加入红卫兵 他不甘于被革命的洪流排斥在外 一个人 一个人啊 人家别人去串联呀 去造反都是成群结队的 他是一个人 这孩子都没见过他爹 就成反革命的子女了 一个人印了革命标语 小字报 去农村 徒步串联 宣传毛泽东思想 都得效忠啊 得了肝炎 后来转为肝硬化 脾功能抗进 不能治愈 而死去了 那时我妈妈因为肺结核病 从劳动教养所 保外就医 离开北原农场 北原 就是北京那个朝阳区那个北原啊 离开北原农场 不久 弟弟就死在他身边 没有什么 能比白发人送黑发人走 更让人伤心的事儿了 这边也没错 我可以做的 我会做的事儿 我会做的事儿 回来 到这里